你剛剛說滿足臺度 郭貝宏不滿意 郭貝宏說只敢對內稱臺灣NOW 來 老陳 我覺得民進黨 我最幹不起的地方 就是每年到了這一天 就是要扭捏作態 你愛什麼 你不愛什麼 你要什麼 你不要什麼 講清楚 沒有人會笑你 沒有人會覺得 你不像個大人走大路 你搞這個什麼事 你說這個國旗的三元社 在裡頭 你看有沒有 我跟你講 全世界紅藍白標準三元 是到什麼地方都不改的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法國 你看他們那個三個藍白 紅三個圈圈 美國跟法國完全一樣 我們這個今天 今年的這個顏色 紅色的是早紅 那顏色都不是原來的三顏色 還沒關係 你那個雙十 這個英文叫Double Tens Festival Double Tens Festival 所以你的臺灣National Day 翻成中文是什麼 臺灣國慶日 那你臺灣的國慶可以啊 臺灣是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是這個跟雙十有什麼關係 雙十是武昌起義 你不是要跟大陸切斷的乾乾淨淨 你不是歷史在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年就已經斷掉了 你又捨不得 你又不敢了 就乾脆把它弄掉 你雙十以前都是堂堂正正 細節 我們這個提燈遊行的時候 我小時候很小七八歲 大家提燈就是雙十 就是燈就是這樣 哪有像現在 他花盡全都還敢講 這是國旗的空中飄揚 我看了第一不像國旗 第二不像飄揚 那顯然是一個扭曲的雙十嘛 你再細看 那不是扭曲嗎 對不對 還有他有幾個 他不只三個顏色 有藍有青有白有藻紅 一大堆顏色 你硬是講國旗的三顏色 我跟你講 我最看不起國民民進黨的地方 就這樣 明明心裡想什麼 但是要做的人不一樣 然後滿足自己 所以才會養出謝長廷 翁達瑞 小劉醫師 這對不三不四的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從小小事情看 這是為什麼要政黨輪替的地方 政黨不輪替的話 不但政商勾結歪了很多錢 就想一些怪物 你知道嗎 怪物 然後腦筋裡頭充滿怪邏輯 把一個國家大家的應該正確的想法 都變成這個樣子 那個是國旗在配合 你再看一次是國旗在配合 主視覺的看法 年輕人第一個告訴我的是 他說今年這個主視覺綠色不見了 如果注意去看 他前面幾年其實都有綠色 那所以剛剛這個花次長特別說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他們這麼的有心 我們當然會想很多 他怎麼會不相信 就大家一定會把他的這個主視覺幾年都拿起來看 那他今年為什麼拿掉了綠色 大家仔細看 他是就剩下藍 紅跟白色的部分 這樣子 我自己認為就是說他今年想要呈現一個比較融合的感覺 在這個整個主視覺上面 但是呢回來講就是說 這個剛剛幾位前輩大家都講到了 他就是在這個圖像上 這幾年都不出現中華民國 我覺得在小英政府最後一年的這個國慶日 還在玩這一種 就是剛剛臺老講的 就他不敢光明正大的就把他想要的 講得非常明白 然後再出來解釋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是認同中華民國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家看了也是看懂